明年我们比较缺一些 家庭类风雨节目 一口不同声 对 这 这 这名字啊 绝对是年轻人的菜 你们公司要做这个 我敢打保票 台里肯定是 我怀疑真的扔了 早知新日何必当初呢 我想跟你合作 你那个创意方案我看了 不错 有亮点 你这是在求我呀 我这是给你机会 给你一个加入 太阳团队的机会 我们到底是谁给谁机会啊 陈先生 你现在是没人可用了 连阿猫阿狗都拿来充数了 请你睁大眼睛看好了 它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好苗子 可以说各个方面 都在六年前的你之上 原来我在你心中 是这样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战术 什么意思啊 文迪 我要用最短的时间 成为能配得上你的男人 我会用事实证明给你看的 最近你到哪儿鬼混去了 我告诉你 我创业就是要卖爷爷的肩包 我辛辛苦苦供了你在国外读书 现在你给我玩什么 玩退学啊 玩创业啊 你这叫大逆不孝 离京叛大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好 认真的是吧 来 我问你 资金从哪儿来 管理团队从哪儿来 管理人才从哪儿来 钱我给 团队 团队 袁某啊 也是我创始人之一 创始人 你拉屎去吧你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粗俗 至于你刚才说的管理人才 那就更不缺了 你 你要是管理人才 我就是商界大亨 我的妈呀 真是乱了 全乱了我这个家呀 全都是疯了呀 爸 你还把钱投给他 你挣那俩钱 好好的存银行吃利息不好吗 我乐意呀 有钱难买我乐意呀 爸呀 你说你把钱投给他 你还不如投给那个流浪狗流浪猫 你陪他玩 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咒我是吧 完了 我这个家真的是完了 小的小的狂想症 老的老的痴呆症 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我们怎么不靠谱了 我说不定到时候还能上市 你要干什么 上市 我的儿子呀 我的祖宗 我叫你爷爷行不行啊 你说你一个乳修未干的毛孩子 毛还没长齐呢 还想赖包子上市 没关系 只有被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嘲笑过的梦想 才有资格谈了那百分之一的成功 对 靠数字说话 这是我一个非常欣赏的 创业大黑说的 那是假大空假话空话 做什么事情不是从无到有啊 怎么就假大空了 你小的几斤几两我不知道吗 创业不是赶时髦 那是要吃苦的 你根本就干不了 你这个年龄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这些时间咱不能白白地浪费 年轻人就应该多犯错 放屁 人生如期 一不错不不错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你马上回去 要不然从今天开始一分钱没有 我这些日子打工 挣的钱也不少 还饿不着我 你跟你爹唱对台戏是不是 玩经济独立是不是 好 我看你那点钱 能维持几天 你哪儿去啊 这离婚的车 回头再车 死我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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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昼还活着吗 干杯 你小子长能耐了 能把展大鹏给气泡了 他那几招有什么新鲜的 无非就是断生活费 放狠话 还能干什么 我才不怕他呢 你吹吧你 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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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走 干嘛干嘛 去 我就知道是你 这个叛徒 不是 我不是故意要出卖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什么救我 你跟他一仇之后 我再不信任你了 都知道是你 你这个叛徒 陈子 陈子有话好好说呀 陈子 你们都给我活动过陈子 陈子 夏云 记得替我们放床啊 放心 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这小子该管管了 别 别 别管 别拽我行吗 我自己会走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你说我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神经病 对 刚才 我对你的态度不好 没事 我不生气 不用道歉 我道歉了吗 我还需要跟你道歉吗 看好了啊 太阳文化的大文化 原来也是红红火火 心心想的 你再看现在 别卖惨形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你不是天天口口声声说 创业吗 创业这两个字怎么写你会吗 你知道不知道你爹 怎么用十年开始用一天结束的 创业简单 失败更简单 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呀 就全当我不是你爹 我是一个大街上有故事的老男人 创业对有的人来说 意味着失败 但对于我来说 只有成功 展大鹏也曾经非常成功 什么意思 好意 我希望你能成功得更长久一些 是我们 我相信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的联合 必将会是赢家 怎么说呢 感谢伟大的互联网时代 至于展大鹏那个新节目 其实我一点都不看好 有创业是一回事 能不能够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从做深成人这样的娱乐节目 再到现在这一档 何佳欢的节目 展大鹏还欠缺很多啊 想靠这个挽回推势 他太乐观了 你认为呢 喂 怎么会这样 好 我马上过去 夕然 我有事先离开一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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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何总 您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就是今天我收拾东西嘛 然后找出一个旧影集来 阿姨就说要看 然后看着看着她就说要唱歌要唱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唱歌还非得让你回来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好 你去唱歌啊 妈 小师回来了 你下课了 是 我问你 唱歌呢 妈 我怎么有一些日子没见她了 她在学校就这么忙吗 好像挺忙的 不对吧 我怎么也没见你提起过她啊 是不是你们又跟人家吵架了 没有 妈 您别瞎想啊 你个臭小子 是不是又惹人家姑娘生气了 又欺负人家唱歌了 你可真有出息啊 妈 没有 我们俩好着呢 我不信 真的 那你叫她到咱家来 我给她做好吃的 她确实挺忙的 她又得上课 又得做家教 而且系里还有好多事呢 你叫她到咱家来 我想今天唱歌 那后来呢 我们一看展昭啊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皮卡哥就把我拉走了 说是给他们父子俩单储的机会 不管结果怎么样 展昭这次啊 是结结实实把我给恨上了 没事 你就算不跟她说 她把早晚都能找着她 虽然我不想 交她这样的一个朋友吧 但我也不想结这么个仇人呀 以后她要找我报仇的话 你就是牺牲色相 就得帮我一命知道吗 考验 好拽来了 这小家伙真好玩 以后有了她 我们都不用打扫卫生了 我解放了 咱们都解放了 你少来 你什么时候打扫过卫生啊 谁让我家死鬼那么能干呢 那谁 那里还有联系吗 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接着不就知道了吗 接着 还有你不敢接吗 那我听听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有完没完呀 阿姨 太想打西边出来了 你不是 不让我当人一样喝吗 打今儿起 可以了 算给我承认认证啊 谢谢了 说吧 为什么跑回来 想我爷爷了呗 这个理由挺光面堂皇吧 放屁 你跟我说实话 不说实话你是我孙的 那你让我说实话 现在国内创业这么火 我想穿一番视野 你说实话 这就是实话呀 温迪是谁 你长什么眼啊 为了一个小姑娘 飘洋过海的婚人 你挺痴情啊 行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绕圈子了 是 我是喜欢温迪 我想追求她 但是我觉得我配不上她 所以说 我要变成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所以我要创业我要成功 成功 什么是成功啊 你是不是认为大把大把的挣钱 就叫成功 你既然这么说 我也不否认 行啊 为了一个女孩子 学会了急功近利 你不愧是我儿子 这都得感谢温迪 是她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不再浪费时间 说得这么好 你是怕人家瞧不起你吗 不管我出于什么 我想创业我想成功 这点有错吗 没错 创业没错呀 我没说你错 问题是时间错了 你现在是什么 你现在是学生 你别忘了学生啊 你为什么要辍学 我辍学了吗 我辍学了吗 我真想推迟 现在创业是潮流 我看了那么多 创业成功的故事 而且现在九五后 创业成功的人多了去了 我要是再不敢的话 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干什么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 你看到的那个成功的 那是凤毛麟角的个例 你怎么没看见那个自杀的 跳河的你看见了吗 跳楼的你看见了吗 你说的这些也是个别案例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 为什么 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 看见你爷爷卖肩包赚钱 你也去卖肩包啊 年纪轻轻的 好高无人 这山望着那山高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还惦记着地里的 你还惦记着地里的 这叫什么 这是典型的虚弱复杂 你就不能踏实一点吗 光看人家贝尔盖茨 乔布斯辍学 人家辍学 不是因为不想学了 而是大学里已经没有 给他们要学的东西了 一个连学习都学不好的人 将来他能干成什么呀 我就知道你不能不管老太太 阿姨怎么会这样 这一年总犯糊涂 有时候不记事 有时候突然又想起来了 是好是坏的 看医生了吗 离不了人 找了个小阿姨天天照顾着 唱歌来了 阿姨 您好 您好吗 现在 好 好 你怎么这几天 总不到家里来呀 阿姨都怪想你的 这几天我有点忙 阿姨 我给您带了水果 你看 有您爱吃的猕猴桃 还有脑白筋 这孩子可真懂事 来来来 快坐坐坐 坐 坐 阿姨知道学校的饭不好吃 就是惦记着你嘛 今天做了一大堆好吃的 是不是你跟我们家小时 吵架了 他惹你生气了 没有 他没惹我生气 重点是他不敢 你也不晓得我 二十二的吗 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有的你 你创业文不反对 我反对的是什么 是你在创业这条路上 瞎折腾 失败这两个字 你会写吗 你明白它的含义吗 你能够承受得住吗 就拿我自个儿举例的吧 我辛辛苦苦创办的深成人啊 都说好吧 啊 说又有温暖 又阳光 有温度 有正能量 结果怎么样 说妹妹了吧 说黄黄了吧 人说散就散了吧 皮卡为了阿米 为了让我省钱 他让我一栋半 我愿意吗 我辛辛苦苦创办了十多年啊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啊 我这把岁数的人 我都承受不起啊 你年纪轻轻的你能承受得了吗 你能承受得起吗 好 如果说你要能承受得起 可以 你去创 你创 你就创死了 我绝不来你 走啊 那 那你恨方欣然吗 我起码 不怎么感谢他 那你发现 你控制不了他的时候 你什么想法 你埋态你爸爸呢 不是 我是说 你不打算 打个翻身仗啊 打 我一定要打 怎么扯到我这儿了啊 说你的事啊 言归正传 喝完了今天这顿酒 明天乖乖地给我回去 好好读书 把本领学到自己身上 将来踏入社会 你才立于不败之地 你说你现在啊 连个学位都没有 到时候别说温迪了 王迪 李迪 阿迪 人家都敲不上你 爸 好 插哥啊 这家野菜煎饺啊 你带回去 热着吃啊 以后啊 以后啊可得常来啊 阿姨给你改上了活食 谢谢阿姨 我真是太有口福了 阿姨 您早点休息 妈 您回去歇着吧 风花进去躺会儿 记着啊 常来啊 好 阿姨再见 哎 哎 没完啦 吃个饭碰来碰去的 几回啦 做戏做全套嘛 我妈人虽然糊涂 但一点都不傻 两个眼睛一直盯着我们 要是不装相点 万一穿帮了 不就白忙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我有车 你能敢过来帮我 这么大个忙 我要是不送你一下 显得我都没人听闻啊 我是送着阿姨来的 不是来帮你的 你要是想谢我也可以 谢我呢 就离我远一点 小伙儿 早您 小伙子 你这男人也吃一杯子 不能因为女人乱了自个儿的节奏 对 否则你这辈子 你就得让女人牵着你走 所以说男人 你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一定要心里清楚 爸 你说得对 我应该啊 回去好好念书 太好了 你啥时候回去了 爸是热烈万宋 谁呀这大半夜的 我正跟我儿子交心呢 我 你爸 老展 老展 啥事啊 你说我啥事啊 不是你大呼小叫叫 把我孙子弄走了 你弄哪儿去了 电话也不接 我打了几个给你 你喝酒了 你喝酒你跟谁喝呢 你喝什么酒啊 你跟谁啊 我孙子啊 爸呀 你这问题咋跟撸串似的 一串一串的 我是跟你孙子喝酒了 但是呢 解决了不少事 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什么事啊 谁把谁解决了 你别胡来啊 昭尔回美国 掏生一救了 我 又回去了 这不是造的钱吗 你以为去国美呢 好 大早上折腾半天 你就不能安静点了 这是我们的家 有事吗 你就是个吃货 饿了自个儿弄去 怎么又秋风落叶般无情了 昨天晚上啊 自个儿说的话是不是都忘了 反正反悔的事我是没脸干 不要拿休止心来激我 我也不是个耍赖的人 那怎么着吧 这票是你订呢 还是我订 不麻烦你了 对了 你要是这次再把我押到机场去 我的心里面可有点小难过啊 就没那功夫 反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该说的说的也差不多了 走不走全凭自觉 噎你那个脑袋啊 跟个鸡窝似的 收拾收拾 放在锅里 是个儿istä 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帮助我的ч Jana 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应该是在锅里面可除了 我妈妈 是个儿子 接如果她在锅里面可不定 在锅里面可不定 是个儿子 证明是小孩 人们可能会有眼泪 女孩 人的富装 哥 这么说 小赵是投降了 这小兔崽子 我还整不了他了 走 带我去看看 你新找的地儿 哥 去不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现在稍微靠谱点的 体面点的 年租金就得几十万 我们还要录制节目的样片 哪儿哪儿都是钱哪 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整那么奢侈了 你跟我说那么多屁话干什么呀 便宜点儿都不就完了吗 你说得好容易啊 我得有功夫撒开了跑啊 你说我找你有什么用啊 一个执行制片人 连个房子都找不到 以后谁能找到 谁来当这个执行制片人 我能找到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我一直都在啊 又没注意到我 我这么一面容讲好的妙容女子 就那么没有存在感吗 你知道我的心里 以你面里自己有多大吗 别自卑 怪我没回头 人家唱歌按时上班了 要找我报道 工作态度表现特别好 上班上班 同样是上班 人家在CPD有办公室屋 拿了那个桌子我没有 别说这片烫话了 你就安心把你那个 策划方案弄好就完了 找房子的事你搞不定 你那么知道我搞不定 女人 女人怎么了 我就讨厌你们这种性别歧视 你们 你们俩大老爷们儿 找房子找几天了 搞定了吗 行行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我能搞定 你行吗 我行 我就是不想在这车上办公 瞎混耽误时间 我需要一个地方 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表现 我也希望你呢 能够兑现电视台那些话 行 别让我失望 给我一份信任 还你一份责任 我跟你说啊 便宜归便宜 档次不能降 面积不能少于三百平 年租金不能超过这个数 而且我还不能离开城中去 这也太做不及防了 你这要求减值了 行了 别减值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就去立功 我跟皮特再找一找 你要是找不到 回来继续当你的编导 不要再提任何条件 精神开支 稍我一段呗 没问题 喂 死鬼 我这一大早上起来 你就不见了 你去哪儿了 上班哪 别忘了 姐妹可是有工作的人 哎 有件事情 能不能帮帮我呀 哎 等等等等 你先帮我吧 我这下午啊 有个活用时尚活动 穿小礼服 你说我穿哪双鞋好呢 哎 开个视频 你帮我跳一上啊 要挟这么低的事 你就不要再浪费 我的青春了 好吗姐姐 哎呦 我是充分相信你的神美 好不好呀 嘿 闺蜜嘛 闺蜜就是用来浪费时间的呀 好吧好吧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 就穿最贵的那一双 对你这种本该生活在美国上东区的姑娘来讲 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症的最好办法呢 就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你想想啊 今天晚上全身成的有头有脸的人的朋友穿着 都会被你的美照刷屏的 摸摸哒 好办法 行了 那你该帮帮我了吧 我得帮展大峰找一个新的办公地方 你不是去当编导的吗 你这点小事 我给你自己定了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主要啊是为了堵着他的嘴 可是我现在时间有限啊 你出来帮我一起找行不行啊 这个 这样 我找我爸 让我爸派个人帮你 哎呀 这么芝麻大点的小事 就别惊动日理万机的温董事长了好吗 可是我现在 关键 我一会儿还要去弄头发 我还要去脱指甲 我还要去挑一下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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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就负责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靠闺蜜不如靠自己 我还是信奉我的自力更生 拜拜 业主这边有消息的话 我随时给两位打电话 好的 两位慢走 你好 我想找办公楼 您好 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吗 价钱便宜 位置好 喂 喂 温娜美女 我是袁马 有事相求 这什么日子 大家排得对的求我 我有那么抢手吗 绝对抢手呀 这事啊只有你能办 温娜 喂 展昭真要回美国了 不知道她爸给她酒里下的什么样 她连女神都能放下去上去 我觉得呀 爸称是心里不正常了 要不你帮我劝劝她呗 温娜 温娜 喂 我说真的走了 哎 计划崽不想面话 就是说我呗 真走了 真的 我跟你说我机票都订好了 绝不忽悠 不好歹把学习数证 给我把他拿回来吧 要不然你挑他呀 孝顺 董事 你都鼓励啊 那我今天就你一路的路 等我等我 我是让你过来劝他的 你别一句话 跟我吹风吹走的呀 我就想挺清楚的呀 等你在这儿不让自己 再拿一些一个想法套赌呀 温迪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太高兴了 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等一会儿 咱俩再商量他 这边花花世界多好呀 你回去多没意思 再说了 你这回来撩我一个月 现在又要走 那我怎么办 我晚上怎么睡觉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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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去去去去 别把我的个人气势 给带人的我 小小的勇气 你有点小过分 那你说出来 让我听上了有多过分哪 小索文没门 你们这鬼 你们才来啊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快来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我累了一天呀 都快穿狗了 都如意为你爸 原来给展大鹏跑嘴去了 怪不得灰头土脸呢 连己有的姿色都没了 谁说的 我告诉你啊 姿色老娘有的是 看着我曾经出卖过你 而且马上要滚蛋的份上 都给你一般知己了 喂 别拿彩色的不让酒啊 别投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的事啊 铁门搞定了 真的啊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上心的 我下午参加活动 正好碰到我之前外国语学校的师弟 就是那个贵族学校那个啊 考验的 那师弟他们家正好做生成高端鞋子楼的 高一呗 我就给你细喝啊 还是你耳大 就没有你搞病的事情 你不会为了我试试色相吧 色相倒不至于 靠俩们的眼就搞定了嘛 再说他想救我 拿上我爸这条关系嘛 快啊 大美女们 今天主题是我家招好吗 咱能回归正题吗 好好好 不许跑骗啊 归正题 你刚才跟我说 怎么让我帮你干嘛 干嘛 我刚好 哪儿都有你 我 我想 我想 想的是 大老爷们有皮球放快点 别憋着 去你的 文连 我是想说 如果我走了话 你 你能不能送送我 来 这个吗 那就要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咯 看我表现 看我表现 没问题 你说什么 我一定满毒 去吧 我谁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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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你俩的字啊 没完 你别神经了 你跟何学他那才没完呢 你 伦弟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 独变 我要成为能配得上你的 那种男人 好 到点了 该过完奖了 你还没来 女人真还有准啊 再等五分钟吗 你是不是在想安迪遇上了大堵车 让他心急如风地跳下车 脱下高尔鞋 拼了命地往这儿走 就为了看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不能错过 再等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他投中你的怀抱 大声地对你说 走走走 我爱你 我去 不会吧 好 果然啊 这奇迹只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生产 温迪 你到哪儿了 不着急 不着急 我有急事我过不去了 弄不了你 没关系 打电话也是有疗效的 会不会把我拉黑了不理我了呀 不会 你不删除我 到时候窗子不认识我就行 我已经很感动了 那好吧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再见 五 一 三 六 怎么着 你是先哭会儿啊 还是先前走 少出去会了 伤得深 谢谢 各位先生 请客感觉 请请请客 请请客 五 一 三 六 二 一 五 一 三 六 一 恤 你说的那人怎么还没来呀 不是我这旨意 你传达证券了吗 这地儿 唱歌是吗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赵先生 您好 您好 那你是不是跟你说错了 因为这个 我们不是想要 您的事 我们老总已经交代过了 走 我带你上楼看一下 哥 我昨天晚上整理了一下 财务这一块 关于未来办公地点人员 以及一口不同声 节目一钻 一个字 前景 除了一口不同声 我另外两个节目 你抓紧时间做相片吗 奥运行星和冠军之路嘛 人家台里刘主任说了 感兴趣的可是何家欢 何家欢 何家欢 你就知道何家欢哪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多了去了 我们要客观地 实事求是的 告诉大家 从事我们这个职业 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 咱不能给观众制造 廉价的娱乐 无底线的小声 无营养的节目吧 行行行 哥 你说的都对了 我呀 不反对您铺开了多 但还是那个问题 前景 总得有个先后吧 你干脆改名叫前景德了 这个事我会考虑的 怎么少了个人啊 你不是让诚哥去找办公室了吗 对了 哥 你觉得诚哥这丫头啊 真的挺不错的 挺单纯 还挺执着 关键是他肯干呀 公司预警困难的时候 他还能主动情验 又觉得啊 你别像老训我一样训他 肯干是一回事 能力又是一回事 我觉得在找办公室这个问题上 他办不上 我员 诚哥 是吗 好好好 看这彩光 这格局 很牛啊 合适 要跟他跟主人的 这连判工都计较了 来来来 这儿在这儿你看 你看 怎么样 不错吧 你这都已经隔出来了以后 我们在这儿办公 你在这儿办公 这边给你全封上 你看看看看看 现成的书架 看见了吗 现成的书架 这边还可以挂照片 这儿还弄个大茶海 给您招待客人 这儿 太阳魔化的荣物枪 不久的将来 我也会在上面呢 最重要的 我给这儿来 你还看她的视野多开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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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CVD 我们这高楼领域的 多舒服啊 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 人家是抬头见喜 我是抬头见苍蝇啊 你盼着我早死是吧 不是 谁挂的 我 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呢 你想告诉我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湛三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真的没看见 不这样 我 我去把她给摘了去 别吓闹了 你快说吧 哥 这纯属意外 咱们就单说这地儿啊 大小 地段 租金 全部符合您的要求 我觉得湛哥干的 真的还不错 就那个 真的不是他能解决得了的 你喜欢这儿啊 喜欢啊 你俩在这儿安营眨寨吧 哥 湛三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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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立功他 结果寄了一货 没事 你就跟他说说 他在某些事情上 比我们想象的在意多了 你可长点心吧 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